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一只柱与蝴蝶忍 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只柱 最怕的其实是蝴蝶忍 他曾经因为犯错被蝴蝶忍训斥 瑟瑟发抖的样子十分狼狈 同时一只柱内心也非常认可蝴蝶忍 所以在得知蝴蝶忍被同魔所杀时 才会表现得异常愤怒 玄迷迟来的道歉 在腾西山选拔中 玄迷对产无附加的笔方出手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不过在大正碎碎念中 恶语老师也对这件事的后续做了交代 玄迷为当初做的事感到非常自责 笔方也很大方地对他表示谅解 那个 当时是我不好 我不该动手的 没事的 请不要放在心上 一只柱与悲鸣语 一只柱对严柱一直都很不服气 所以就向严柱发起了挑战 没想到战斗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挑战过严柱 断刀村刀将因为面具的关系 真面目都十分神秘 作为断刀村主要角色的铁学森 他的真容又是什么样的呢 哦 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